玩这款游戏异兽机关 好像在进行封车的样子啊 诶怎么是英文的 这好像是香港开发的吧 打下去 触发 撤离 繁体字 背景音乐倒是很大声 把音效都盖掉了 名称 人生随意啦 来到首页啦 嗯我们先看尺轮吧 尺轮这边 繁体有了 完成 可以启动三倍速尾 游戏设定啊 把音乐关了 这音乐太吵了 来 设好了 他有动态那还OK啦 这是第10卡 果然还在封测他 好像没有什么 教程 直接就可能开始了 这也好了 我瞬间有那么多位角色 后面位是谁啊 亚瑟 亚瑟王吗 妹子亚瑟王啊 妹子亚瑟王啊 视角会拉近拉远 刷 没有配音 看起来可以啦 没有配音就少一点 一点feel 怎样 当掉了 嗯 我开了自动了 左上角 他们的没动作 重新进来好了 刚刚应该是当掉了 bug很多 那我能点什么地方 准备钟 准备钟 这什么 可以玩吗 啊 目前 目前 这是个半成品而已嘛 堂克 自己拍一下吧 不是哦 那好像是一个阵营标志 没差了 赶快哦 再打一场看看 开自动 嘟嘟嘟 这个敌人好弱 轻松过关 立会还行 玩一玩 看起来好像都可以 那但是看起来又好像少了些什么 好 好什么地方吗 部队 这对我编程啊 仓库 好啦 这冒险点下去了 任务2 初级 没办法 真的 任务1 好 完成下一关 除了战斗以外 其他的 有没有什么戳卡之类的 刚刚看到关卡好多哦 其他地方看一下吧 在准备中 看老师 他这个要测几次啊 我肯定他下一次测我是不会玩的 所以啊 我希望汽油 目前维持啊 能多留一秒钟就是多留一秒钟啊 各位 没有啦就是不到这关而已啊 其他在准备中啊 这个要继续做下去吗 你要确定呢 这做下去有未来性吗 啊 你就算把这款游戏全部做好 他会红吗 还是把这款游戏要把它做好啊 还是你把它做成放置RPG好了 哈哈 如果你这款游戏要把它做好哦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目前我觉得啦大概就是20%而已 还有80%要去进行修正的不然你要在游戏市场上跟人家竞争 有大概率会赔钱哦 这里要小心的哦 不然我就往这里好了 大家拜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